今天網站5月12日的收市廣播 今天恆生指數是受著科技股帶動的情況下 升回217.1,28231點 成交方面是1600億 上升股份有900隻,下升股份有800多隻 今天ATMX的股份全線有反彈 先看看數字 騰訊升回2.4% 9988,阿里巴巴今天很精神,升6% 主要是明天公佈業績,成交大增 另外 其他的股份,例如3690也升2.4% 9618京東也升5% 9626bilibili也升6.7% 今天大行唱好這些股份 除此之外,二線的新經濟股都是有反彈的 例如明盟升8.4% 這項目都很精神 9999,網易升5% 早龍娛樂升5.3% 報15.3% 看到這個板塊來說,暫時看到一些回穩的情況 新物科技股方面都是普遍向好的 例如做得比較理想,康寧結帥 升11% 報18.32 3759 康龍發城也升6.5% 269 若明森或龍頭也升3% 報106.6% 看到今天的資源裏的股份 就個別發展了 中裏回吐1.4% 光銅也是回吐1% 但是五鋼資源是跌5.6% 去5.5% 銀鋼來講 變動不大 升0.8% 還有 323 馬鋼來講 升0.45% 今天來講 大市的回穩 都是主要靠龍頭的 科技股所帶動 但是今晚要看著美國的CPI的數據 因為 如果CPI是數據開得好的話 市場又要再次擔心 加息的預期 從而影響到 納子的情況 但是如果 CPI未必 升得那麼多的話 可能就未必 納子來講進一步回穩的話 都會帶動到 這個新科技股來講 都會有繼續反大的空間 但是 看看恆子的走勢 暫時來講 昨天出現列口下跌之後 今天 短線來講 都未能回顧到 我們要看 技術上來講 仍然向下機會是偏高的 除非在短期內 能夠抽得上去 大概是28500 以上的水平 否則的話 暫時 恆子未脫離調整期 一切都要看回 納子和 美股的情況 今天的收視分析暫時就這麼多了 請問一下